歌姓Michael Jackson 他被控性侵犯男童案 陪审团经过了7天长达30个小时的商讨之后 在美国冬天时间13号的尘埃落定 那么Jackson实际上罪名全部都不成立 那么他在这场被受深瞩目的 世界审判当中 可以说是大获全审 整整一年半 他重判无罪 相对于歌迷们的欣喜若狂 杰克逊本人显得异常平静 他在保镖和父母的陪同下离开法庭 虚弱而面无表情 但杰克逊仍不忘像守候了许久的歌迷们挥手 非稳示意 毕竟他们才是这一年半来支持他的 最大动力 法庭是在美国冬岸时间 周一下午月五点 宣布杰克逊全部罪名 包括一项串谋禁锢侍主和其家人罪 母乡涉及性侵犯儿童罪 以及四项向儿童灌酒罪 全部不成立 杰克逊听到判决时 难掩激动心情 并用纸巾抹泪 13号一年多前 还是安然幽静的加州小镇 圣玛利亚的法庭外格外喧闹 这里的空地上 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杰克逊歌迷 和追踪报道杰克逊轮童案的记者 经过了长达30小时的辩论和投票 13号是陪审团对杰克逊轮童案 宣读判决结果的日子 下午杰克逊同往常一样 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去车 从他的梦幻岛中原出发 前往法院听候审判 一旦麦克尔杰克逊被判有罪 他将至少面临21年的监禁 到达法院之后 杰克逊和家人并未发表任何言论 即刻走进了法庭 不久之后负责审判此案的大陪审团宣布 麦克尔杰克逊在轮童案中的 所有罪名都不成立 这样杰克逊在这起官司中大获全胜 这个判决结果宣读之后 法院外的杰克逊歌迷一片欢腾 一个女歌迷还当场释放和平歌 表示庆祝 麦克尔杰克逊随即在家人的簇晕下 走出法庭 在离开法庭的时候 杰克逊把一只手放在胸口 并向人群抛 12人陪审团在经过7天的讨论之后裁定 杰克逊在案件当中所受到的全部实项指控都不成立 杰克逊在死案当中所受到的全部实项指控都不成立 宣告麦克尔杰此人无罪 对他的12项指控都不成立 那guilty 无罪释放 陪审团裁定10项控罪全部不成立 裁定他全部10项控罪都不成立 以自己的招牌V字手势 宣告胜利 米高迹信感谢歌迷支持 很多关心此案的人也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观看了判决 在一家音像店里 一些杰克逊的歌迷在听到判决之后立刻鼓掌欢呼 许多人还在星光大道上杰克逊的那颗星星前留影纪念 I think we have an excellent legal system and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obviously that's actually ね 优优独立